杨幂眼角受伤两个月,发痕首度曝光,长达三四厘米,化妆也遮不住。 近日,综艺节目《密室大逃脱》第四季播出最后一期的预告片,杨幂受伤后恢复录影,眼角的伤口已经愈合,但伤痕清晰可见, 而这也是她受伤的位置首度曝光。距离意外发生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,而杨幂眼角的疤痕依旧明显,化妆也遮不掉。 从图片可见,她的伤痕应该有三四厘米,从眉毛位置延伸到眼睛下方,就在眼角旁边竖着,非常接近眼球。 不过,看杨幂的状态,此次受伤应该没有大碍,就像杨爸爸所言,她没有伤到眼睛内部,逃过一劫。 杨幂在7月9日录制《密室大逃脱》时意外受伤,目击者透露,当时她用手遮挡眼睛,在助理陪伴下上救护车前往医院。 但晚,杨幂工作室于微博发声明交代事件,透露杨幂的眼皮眼角有外伤,以作缝和处理。 粉丝联络工作室,得知节目组找了长沙当地非常优秀的专家给杨幂缝美容针,助理也会24小时照顾她,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 受伤后,杨幂需要时间休养,不能立即化妆,导致正在拍摄的新戏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需要暂停其戏份。 当时一度有消息转杨幂会停工4个月,随即惹来同剧组男主角龚俊粉丝的不满,甚至传出更换女主角。 幸好,杨幂伤口愈合很快,她于7月18日现身机场,正式复工。 当时,杨幂眼角位置贴着纱布,戴着墨镜,在助手陪同下,形色匆匆。 此后,杨幂展开了紧密的行程,为了赶拍电视剧,她暂停录制《密室大逃脱》,直到8月30日才返回节目组。 令观众意外的是,杨幂参与录制两天后,节目组就在9月1日公布预告片,杨幂眼角的伤疤也随之曝光。 事实上,9月1日之后连续三期《密室大逃脱》都没有杨幂,电视台提早播放预告片,明显是想用杨幂来吸引观众,不知道杨幂缺席是否给收视率造成了一定压力。 36岁的杨幂是一线花旦,她与刘凯威结婚生女没有影响人气,离婚更无法撼动其江湖地位,国民度非常高。 8月31日,杨幂出席长沙一个商场活动,吸引了大批粉丝围观,现场水泄不通,足见杨幂人气之高。 最后,商场方面考虑到疫情原因,不得不临时决定取消活动,令粉丝失望而回。 杨幂工作室也发文道歉,安抚远道而来的粉丝,表示非常遗憾没能跟所有小伙伴见面,希望下次能安全见到大家。 有网友评论,杨幂受伤只是小事,粉丝过分担忧是小题大做,然而,杨幂除了是女明星之外,也是商品,一旦受伤就会影响整套商业运作,确实不能大意。 像这次杨幂眼角逢真就休养了将近十天,如果她眼球受创,后果不堪设想,各方面都会蒙受损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